歡迎收看林杰的資料,我是小潔 今天六月的事是在2024年9月15號晚上6點 那今天這一集是延續我們很久以前的某一集 大概兩個月以前 那是EP453 那一集我們有提到說華航所外加的一些事情 那我想應該有些人可能 搞不清楚是什麼狀況 那就是在華航在兩個月之前大概7月6月左右 那他們決定要把自家的鋪跟外加的鋪給切開來 我知道這個聽起來也非常的奧妙 那另外一個文言一點講白話一點就是 如果你今天買了維徵航空箱來換華航 想說哇這個在Threads上面很多人推維徵換華航 然後看了YouTube看了什麼東西 決定要這樣子換 然後買了就發現奇怪怎麼好像票沒有 像大家講那麼多 這就是其實資訊的即時性的一些重要 那這個主要就是我們這篇文章在講的東西 那我在9月5號的時候做另外一個更新 這也是華航所的這些外加 包含維徵包含Delta 包含這個Quantus一些外加的航空 外加的一些里程票 那具體而言就是現在華航 這件事情到現在都還是是一個事實 就是華航基本上把它部分的里程票 鎖給就只有他們自家比較容易換到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那它放外加有沒有一些規律可循 這個是今天這一集要討論的一個重點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聽更細節的東西 你可以去聽EP453 或者是說這一集之前 我建議你可能也要先聽一下那一集 那這一集比較會是說 就是在最近一個月的這個 一兩個月的觀察長什麼樣子 那這一集的話 因為我在這邊報名牌 或是報這個航空點 你們一定會發瘋 所以我是有一個網誌的唷 JZDLK.tw 是我的網誌的網域 那你可以進去看一下 那有一篇叫做華航所外加里程票問號 目前查票現況觀察 2024年9月5號 現在目前YouTube 目前這個網誌的更新會以更新的 我有更新過的話這一篇文章就會在最上面 那我不定 我不會每一次都錄一集 我不會每一次都錄一集 就有看到就自己賺刀 反正我覺得節目就這樣子 你自己要不要使用 那是各位自己的選擇 好那這邊我們也可以先講結論 先講結論就是大致上 沒有什麼太大改變 就是過了兩個月 它還是依舊是有鎖 但是它放的航電 有一點點的更動 有一點點更動 但是大家最喜歡日本線 基本上還是鎖光光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overview 那在部分的航點上面 其實是有放的並比較多 然後有些比較奇怪的航點 它之前有放很多商務艙 但現在可能有所謂 就經濟上比較多 在商務艙比較少之類的 那這一次文章的話 我有做一些改變 因為我之前是在講說 欸有 這個應該是有很多票 或者是說有超多票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 微妙的一個敘述 就什麼叫做多 要抵犯一下多 叫做多 所以我現在就決定不要用多 或少這個字眼 因為我覺得這會誤導人家 而且還有 我相信有一些比較不熟悉 這些航點的聽眾 會想說小杰 我現在才一個禮拜 它只有放兩班 你跟我講很多 但你要看一下它一個禮拜 它有飛幾班 因為華航很多航點不是daily的 它可能一週只飛兩班 那你擦到兩班 那對我來講較多 對你來講比較多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東西會誤導人家 那應該會有人覺得說 沒有就沒有 那好 那就是你自己的 結果我覺得是你理解錯誤了 有沒有可能是華航根本就沒有 可能它根本就沒有 飛這麼多的班 所以這邊我全部改成有跟沒有 有跟無 這兩個敘述我覺得比較 比較好一點 那有一些是少或超少 我想這個東西都比較直覺一點 因為大家應該會比較 大家可能會講說多 超多 想說你的多是什麼意思 但我多可能是指每一班都有放 這叫做多 但不一定 所以我覺得我有改變一些用詞 那總之今天講的這一個 或者是網誌上寫的這些東西 都只供參考 但我覺得聰明的人就會利用一下 我在網誌上面有甚至有給一些大範圍的快送連結 那這個你可以自己去使用 那我都已經幫你按好了 我都已經幫你按好了 已經把這個釣魚竿放在你前面 然後連耳都把你裝上去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不多說 那總之TripleOS本身 它在YouTube上面也有更新一個這樣子的 一個YouTube 那大家自己去看 我就不如幫它導流了 好 那這一集我們就開始講一些行點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我們的目標是要查的是飛機機票 好飛機機票 也就是說對我來講 對我自己我的定義是14天內出發叫飛機機票 以現在9月15號為例加14天 9月29號以後 這叫飛機機票 那一般來說機機票會放比較多票 那我們這邊先排除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是超遠機票 那這種遠機票其實 就是例如說330天以後 這種我們不查 為什麼呢 因為330天以後 其實這些票通常是 我覺得比較沒有參考性 然後還有一些部分里程計畫 是沒有辦法開到330天以後的 所以我們這邊大概就是14天到330天左右 也就是說以現在9月來說 我可能會查的是明年的1月 3月5月之類的 就可能會是這樣子的情況 不會是一個你說什麼 小姐我要查兩週後的 或是當週的 那個會有一些特別的放票 你大家自己可以觀察一下 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懂了就懂 然後再來是遠期的話 我覺得那也是相對好換票 所以我們這邊都是講說 對於大部分人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不會查票 或是很多人查不到票 其實都是卡在說 小姐我現在要開明年過年的票 我想說明年過年的票 不是應該大概在7個月前 就應該要開了嗎 你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開 那每次都是會遇到這種問題 所以我們就針對這個問題 來做一些觀察 那也就是換句話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都查到票的話 那理論上在極期 理論上在遠期 應該都更好查票 大家懂我意思嗎 因為其實非極期非遠期 這些票其實是最難查的 那也就是我們從嚴重 開始去研究這些東西 好那我們就開始講一些東西 那我們這邊分成的是 東北亞航點 東南亞航點 歐洲航點 北美洲航點 以及中國大陸的航點 我這一次往次有更新的 中國大陸航點 以及高雄觸發航點 天啊我們既然是天龍台 變成要補一個高雄 因為高雄方票很多 好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東北亞航點全軍覆沒 沒有開玩笑的 東北亞航點 目前還剩下四個航點 你應該是找得到的 來第一個是廣島 第二個是高雄 第三個是金浦機場 GMP 但是要從這個松山發 然後另外一個是 第四個航點 我原本要說是釜山 但是我剛剛在check一次釜山 是沒有票的 所以這邊再更正一下是 東北亞就只剩下廣島 高雄跟首爾 但是首爾就金浦沒有人穿 所以就把握一下這三個航點 再來是東南亞的部分 東南亞部分其實是有一點跟動的 那有味的目前是 素霧 河內 金邊 再來是冰城 這個幾個是在外加是看得到票的 然後有跟動的是 原本吉尤坡是看得到票 現在是看不太到票 那大家常去的 例如說香港巴厘島 新加坡曼谷清邁 這個都是沒有看得到 都看不到票 都看不到票 所以提供給大家 再來是歐洲航點的部分 歐洲我覺得很神秘 我覺得歐洲非常非常神秘 那我這邊是從眼去看 也就是說你看到我這邊 雖然寫說沒有 但有可能他偶爾還是會放一兩張 所以如果例如說什麼 一周他只放個一般 明明他一周可能有個四般到七般 但是我只看到一般我可能會直接寫沒有 或是寫 對我會直接寫沒有 那就是比較嚴格去看 因為我覺得歐洲的放的票規則蠻怪的 沒有一個很明顯的規則 那講簡單一點 歐洲航點 經濟艙全部有票 先講他的航點 歐洲航點是倫敦 法蘭克福阿姆斯坦布拉格 維也納羅馬 如果你今天是經濟艙載的話 經濟艙全部都有票 那看一下商務艙 商務艙的部分的話 商務艙比較穩定有的是 法蘭克福 維也納跟布拉格 這三個行點都比較多 而且集齊的票會特別 我覺得特別多 那有些人可能 有些人因為有人在群組裡面 都說找不到票 但我想說明明就有 稍微再重新confirm一次 其實是有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要看 例如說羅馬或者是倫敦 這種比較傾向於說 可能是要集齊才會有票 集齊票會比較多 那有一個航點相 不能說相當詭異 有一個航點比較詭異 就是阿姆斯坦 阿姆斯坦我幾乎都看不到票 阿姆斯坦是完全鎖掉 蠻怪的 我不確定為什麼 那我想想可能也是因為 跟不知道是 因為跟Skyting的關係 還怎麼樣 阿姆斯坦這個號 就只有經濟艙有 但是商務艙基本上是沒有的 所以這邊再簡單的重複一次 就是經濟艙基本上都有票 商務艙的話 如果你集齊的話 我也當然其實放蠻多的 然後其他都可以再簡簡看 但不是每一班都有 那比較好找的會是 可能是法蘭克福 非常有意外 現在是法蘭克福 它的放票是比較多的 好 接下來是大洋洲的航點 大洋洲航點有 布伊斯本雪利 墨爾本奧克蘭 帛琉跟關島 那這邊有一些比較奇怪的變化 因為在某一些 極速裡面 我們應該是有提過說 奧克蘭 德方票放得非常大方 那個時候 蠻確定是 就是還沒鎖 你知道這個 你看一個新航點還是一個新的ROOT 這樣子飛過去 可能它本身還沒有鎖 所以外交都還換得到 那個時候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把握 但目前來講 這個奧克蘭 代碼是AKL 它商務艙跟經濟艙都沒有票 都沒有票 很奇怪 因為正常來說 我們理論上我們放個外交 我們經濟艙都可以盡量放 大部分每一家大概都是經濟艙盡量放 你放個四張放個六張 都有可能 但商務艙可能就會鎖比較近 但是在奧克蘭是沒有看到任何的一個跡象 這個比較怪 其他的航點都維持說 例如說布里斯本 例如說雪梨 墨爾本經濟艙都是有 豪金艙也都有 但是商務艙比較少 但比較少不代表沒有 是有的意思 但是比較少 大家可以去檢檢看 另外幾個比較奇怪的航點 像是帛琉 帛琉的話 極其是會有商務艙的 再來是關島 關島的話 經濟艙商務艙都看不到 我有點在想說 是不是因為航班 現在航班是一個固定航班 我有點不太確定 這個就留給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並不是每一個航點都有這麼頻繁的一些飛行 那就講到這邊 那我現在關島好像沒有 現在關島應該有沒有daily 我都不知道 應該是沒有daily了 因為可能也沒這麼多飛機 要飛就飛 都被呀這樣就轉錢 我剛剛上過官網再看一下關島 它好像目前到明年的2月什麼的 都沒有直飛的航班 所以我這邊用刪除線把它劃掉 那大家就不需要去煩惱了 就是去找關島 我相信大部分人如果要換票 應該可能還是以澳洲紐約為主 接下來下一個應該是很多人會關進 就是北美洲的一個航點 那北美洲航點基本上是全掛 只有一個神秘的航點叫做YVR 就是溫哥華 溫哥華目前來說都還是有在放這個商務艙的 我個人覺得這是有一點點異常 因為在北美的其他的航點 像是西雅圖 舊金山洛杉磯 安大略 就是安塔利爾跟紐約 幾乎是查不到票 我說的查不到票 是指所有航點都不放票 北美是全鎖 非常有趣 北美是不見了 這個很像團滅一樣 北美是所有城市都沒有 之前在某些極速檸檬可能提過SFO有 然後什麼西雅圖可能會有 現在全部沒有 剩下一個航點儀式獨立叫做加拿大 所以我覺得加拿大應該是會要再砍掉的 因為加拿大的商務艙務 YVR的商務艙務我個人是覺得偏多 沒有到超多 但是蠻多的 他就自己去用一用 然後再來是中國大陸航點 中國大陸的航點基本上都有 像是北京上海 不管是虹橋還是浦東 以及深圳的話基本上都有票 其中最少的是北京 北京的話商務艙比較少 但是其他城市商務艙基本上都會換到 所以中國大陸的如果你想兌換花行 應該說你外加想要把它消耗掉什麼的 那中國大陸會是一個出發點 再來是高雄出發 高雄出發也是一個亮點 那高雄出發的話這邊往東京 往大阪其實都還有票 這個高雄東京高雄大阪都有票 再來是高雄首爾 再來是高雄曼谷跟高雄香港 這幾個航線都是有票的 唯一有一個高雄出發沒有票的是沖繩 那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其他都有票 這邊都有票的意思是說商務艙 經濟艙都有 就這麼簡單 那詳細如果你真的很好奇 你就直接用我留下來快速連結自己去看 那應該 我覺得應該應該其實已經講的差不多了 那大家可以練習一下自己用手插 然後自己去看一下票 我個人覺得這一次的這個結論下來就是 就是他們好像有抓到一個平衡 或者是有抓到一個一些 他們自己想要改變的一個方向 那包含這個東北亞跟這個北美基本上都砍掉 那我自己是覺得蠻 我自己是覺得蠻怪的 我自己還是認為他們還會持續的動態調整 所以我們這一個系列 應該或是說華航這個文章 我們都會 我可能過幾個月就會來查一下 或者是你哪天突然想說小姐我要換 然後你可以來這邊文章裡面直接點這個快速連結 我是覺得是蠻簡單的 那我也稍微的把這個版面給清乾淨一點 讓大家可以直接看得到 我這次的更新都是用綠色的這個標 去把它標起來的 那下一次就會換另外一個顏色 下次就會換另外一個顏色 那祝大家這個查票順利 那我就現在在最後的summary一下 目前如果你今天想要維珍或是Delta 去換華航的航點 你可以比較容易換到的 有可能是日本的廣島 日本的高松 然後跟韓國的首爾金浦機場 東南亞部分 宿物河內金邊跟冰城還有亞加達 我剛剛是不是沒有講亞加達 我覺得我前一段應該是沒講亞加達 然後再來是歐洲的航點的話 法蘭克福機會比較大 大洋洲的航點的話 布里斯 不對都有機會 但是商務艙偏少 北美的話就是溫哥華 就溫哥華YVR 然後中國航點的話基本上都有 高雄出發的話目前也都沒有鎖掉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到底是 我其實沒有很在乎說 它到底是萬機手還是什麼東西 大家要不要上 其實我沒有那麼在乎原因 我只在乎結果 就是郵票大家就趕快去拿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有時候 可能會就直接在這邊做一個簡單的更新 然後我可能就不會再另外路集 所以我建議大家 希望這個技術都是讓 你自己可以去練習怎麼樣的查 然後我知道有些人習慣去被餵一些資訊 但是你要知道 你被餵資訊的同時 這個資訊可能也被餵給 可能也被餵給一些會掌握規則的人 所以這個東西坦白說 你會覺得說整理很棒 但對整理很棒 但是如果你是玩家 你會希望這種人絕對不要再出現了 就像我這種人就不要再整理了 整理結果票就不見了 拜託低調 所以我建議大家就是先學會要怎麼樣用 那我這邊文章都已經 都已經直接給你連結了 那你點進去 如果你有C-SERV的Pro的話 我覺得你相信 你應該是用的非常開心 這是一個非常便宜的一個東西 好那大概就這個樣子 希望大家的不管是維真還是什麼的 逃跑都可以逃得順利 那維真當然還有ANA可以換 所以我覺得沒有那麼的 我覺得沒有那麼的慘 維真其實還算蠻好用的 好那節目最後這邊有一個特殊的環節 就是我們的這個網誌 就是不小心被這個國外的媒體給看到了 那他們就針對了這一篇文章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就把它翻譯 然後去錄成了大概十幾分鐘的一段Podcast 然後我經過授權了 就把它放在今天這一集的結尾 讓大家去聽聽看這一段 有一男一女的一個 討論這個 所以如果有一個 外加里程票的一些細節 那就開始 OK 很明顯 they were looking at award space like months out two months minimum going all the way to ten months in advance wow that's dedication right totally they were playing the long game trying to see the real patterns with china airlines and how they release award seats so smart did they just focus on china airlines own program or actually they went deeper than that they were mostly looking at redemptions through partner programs okay so like using your flying blue miles or your virgin atlantic miles Exactly The way most of us try to book those China Airlines flights Makes sense And they were using tools like Seats.Aero to track all of this Oh yeah They went all in with the tools To get the most accurate picture possible Smart So after all that research What did they find? What's the verdict on China Airlines Awards? Well the big takeaway And it's not exactly a fun one Is that partner award space is getting really hard to find Especially to the places everyone wants to go, right? Exactly Which I mean for those of us who live and breathe Points and miles It's not shocking Right It's kind of the name of the game these days But even if you kind of expect it Knowing where and how things are tight Is super valuable Totally Knowledge is power as they say 100%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award travel So let's get into the specifics Are there any bright spots at all? Where are people seeing some success with China Airlines Awards? So Northeast Asia seems to be doing okay They're seeing decent availability for flights to Japan and South Korea Well that's good to know So your Tokyo ramen dreams are still alive? For now at least But Southeast Asia, that's where things get trickier Yeah, that's a popular one Bali, Singapore, those spots are tough Really limited award space Ugh, I bet So what do you do? You gotta be flexible Like maybe look at Clark in the Philippines or Penang, Malaysia Good alternatives though Yeah, definitely hidden gems But overall, Southeast Asia on China Airlines using partner miles You really need to be flexible and you need a little luck on your side Okay, so maybe not the easiest But you're saying it's not impossible Exactly Now Europe is interesting It's kind of a mixed bag How so? Well, London of course is a nightmare Shocker But other cities like Frankfurt, Amsterdam, even Prague and Vienna They're seeing some decent availability So maybe skip the London Eye and hit up those Amsterdam canals instead Exactly You might even save some miles doing it I like the way you think Okay, so Europe is a maybe, depending on where you want to go Yeah What about Australia, New Zealand? Australia has some bright spots You can find flights to Sydney, Melbourne, Brisbane Okay, not bad But New Zealand, forget about it Oh no, really? Yeah, Auckland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book with partner miles right now Like virtually non-existent based on what this blogger is seeing Wow, good to know So Oceania is a gamble Pretty much Okay, so maybe not the best odds there What about North America though? Any hope for us? I hate to be the bearer of bad news But North America is where the award availability drought really hits hard You're kidding I wish I was They're finding practically zero award space to the US, Los Angeles, San Francisco, New York It's rough out there So those trans-Pacific flights on China Airlines are going to be tough to snag Yeah, unless you get really lucky with like a last minute release or something Fingers crossed But it's not looking good What about flights within China itself? That's a little more promising They're seeing decent award space to Beijing and Shanghai Okay, so those major hubs are doable Yeah You could be enjoying some authentic Peking duck with those miles And you're talking But what about Guangzhou? Guangzhou is a no-go Completely locked down Wow So even within China, it's hit or miss Pretty much Yeah It all comes down to demand and, well, maybe something a little more strategic on China Airlines' part What do you mean strategic? What are they doing? Well, this is where we get into this whole phantom inventory thing that the blogger noticed Phantom inventory Okay, now that sounds a little creepy It's not as scary as it sounds, but it can be super annoying if you're trying to use miles So what is it? Basically, it's when an airline makes it look like they have seats available, you know, on their website or on those search engines Right But then when you try to actually book those seats with miles They disappear They're like ghosts, hence the name Okay, that makes sense Yeah So it's all big T's Exactly Yeah And you know what? It's probably their way of tempting you to just pay cash for the flight Instead of using your hard-earned miles Yep They're hoping you'll see those seats and think, well, if I'm going to pay anyway, I might as well just book directly with the airline And earn those extra miles through them Precisely It's all very clever if you think about it But here's the thing that's throwing me The blogger mentioned that booking directly through China Airlines' own program often showed better award availability Yeah So why wouldn't they save those seats for paying customers instead of wasting them on their loyalty members? That's the million-dollar question, isn't it? And I think it all boils down to incentivizing loyalty Okay, I see where you're going with this By making those award seats more readily available to their own members, they're basically saying, hey, if you really want to fly with us using your miles You've got to join the club So they're dangling a carrot Yeah Encouraging people to keep their points and miles all in the China Airlines family Exactly It's a smart business move, especially these days when airlines are fighting tooth and nail for your loyalty So they're kind of playing both sides a little bit Right It's all about finding that sweet spot between filling seats and keeping those loyalty program members happy And making money, of course Of course But let's get practical here What does this all mean for our listeners? What's the game plan if you want to use your miles to fly China Airlines? Well, like I said before, flexibility is key, more so now than ever So ditch those rigid travel dates Exactly Be open to different dates, different destinations Even different airports, maybe? Totally Like, let's say you're set on Tokyo Okay Instead of just searching for flights to Narita, which is the main airport Right Why not check out Haneda? Good point Or even look at flights to Osaka or Fukuoka You might be surprised at what you find And you might even save some miles in the process Exactly And the same goes for dates If you can be flexible with your travel dates You're way more likely to find those award seats Makes sense Yeah But what about those of us with a ton of miles in a specific program? Should we just give up on ever trying China Airlines? Not necessarily It might sound counterintuitive, but sometimes you've got to diversify You mean like sign up for a bunch of different programs? Not necessarily a bunch But if you see yourself wanting to fly China Airlines a lot Yeah It might be worth looking into their Dynasty Flyer program Even if it means like starting from scratch It could be worth it Especially if you're really set on those China Airlines flights Okay, I see your point So diversify when it makes sense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Exactly And don't be afraid to do your research There are tons of resources out there to help you figure out Which programs align best with your travel goals Totally So we've talked about being flexible and diversifying our miles But what about those of us who like the thrill of the hunt? Should we just stalk those China Airlines award charts hoping for a last minute miracle? Hey, sometimes miracles happen Yeah, that's true I've gotten lucky a few times myself Exactly And airlines do release more award seats closer to departure Especially if they think those seats are going to go empty Precisely So it's always worth checking back even as your travel dates get closer Good to know So there's still hope for those of us who like to live on the inch Always And don't forget about the power of technology tools like Seats.aero can be your best friend Oh yeah, those are great for getting a really clear picture of award availability Exactly They can often uncover seats that don't show up on the regular search engines It's like having a secret weapon Exactly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sometimes luck plays a role too That's true You can't control everything Nope Sometimes you just gotta be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And hope for the best Exactly But hey, even with all the challenges China Airlines is still a fantastic option for award travel Oh for sure Especially if you want to fly in style to Asia Their business class is top notch Seriously Their A350 business class gets rave reviews And for good reason We're talking live flat seats Amazing service Yeah, don't forget the food Oh yeah, the food is phenomenal So even though it might take a little more effort to snag those award seats It can definitely be worth it Okay, so you've convinced me Now I'm dreaming of flying China Airlines business class Where should I go? Well, Taipei is always a good choice You can use your miles to experience the city's vibrant night markets Oh yeah, the food there is incredible I know, right? Or you could head to Japan and explore the ancient temples of Kyoto Sipping sake under the cherry blossoms Exactly And if you're really lucky You might even be able to snag a business class seat to Southeast Asia Okay, now you're talking my language Beaches and business class What more could you ask for? Right, but in all seriousness While Southeast Asia might be a bit tougher right now It's not impossible So there's still hope for those beach vacations There's always hope But the key is to stay informed and be ready to adapt Because as we've established Things change quickly in the world of points and miles All the time What works today might not work tomorrow It's like trying to predict the stock market Exactly Airlines are constantly tweaking their algorithms Adjusting their award availability It can be frustrating But it's also part of what makes this whole game so exciting Totally It's a challenge But when you win, it feels amazing There's nothing quite like the feeling of snagging that incredible award seat I know, right? It's like winning the lottery This deep dive has been quite the journey No kidding We've covered so much ground Phantom inventory China Airlines award availability It's a lot to keep track of Tell me about it But before we wrap things up Yes I want to leave our listeners with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Okay, I like it Hit us with some food for thought So remember how our blogger friend focused on those non-last-minute bookings At least two months out Right, playing the long game Exactly But what if What if What? What if China Airlines is playing a totally different game with last-minute award seats Okay, now you've got my attention What are you thinking? I'm just saying maybe they hold back even more award space closer to departure Really? Why would they do that? Think about it Last-minute bookers are often desperate True They need to get somewhere fast Exactly And they're probably less price sensitive More willing to pay a premium if they have to So China Airlines could be like Let's wait until the last minute We can squeeze those last few seats out of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pay top dollar Exactly It's all about maximizing revenue, right? Makes sense But it's risky too What if those seats don't fill up? It's a gamble for sure But airlines are pretty good at predicting demand these days That's true They've got all that data Exactly So it's definitely something to keep in mind If you're flexible with your travel dates It might be worth checking for those last-minute China Airlines awards You never know You might get lucky Exactly And that's the beauty of this whole game There's always a little bit of luck involved And a lot of research Of course You've got to do your homework But that's half the fun, right? Totally So to wrap things up If you want to fly China Airlines using your miles Be flexible Diversify your points and miles portfolio And don't be afraid to check for those last-minute deals And most importantly, don't give up Those award seats are out there You just got to know where to look Exactly Well said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for today's deep dive Thanks for joining us It was fun Happy travels, everyone And may your miles take you far 好,不知道大家聽了感覺是怎麼樣子 我只能說 我先揭曉謎底 這個東西並不是什麼國外人去做的 它是一個AI Generator 做出來的一個東西 它是Google最近做了一個叫做Notebook LM 去打Notebook LM 就是筆記本的那個Notebook 然後後面加一個LM這樣 這個東西我把了我這一篇網誌 就是你們在詳細資訊展看到的這個東西丟進去 丟進去之後 它就產生了一個12分鐘的音檔 我把它載下來之後 我聽了一下 然後決定又把它放在這一集的最後面 這個是我在聽明迪選毒的時候 發現說 哇,這個東西好強 超幹爆強 我就直接去試 而且我就試了 你們會最近聽到的這一集 我的結論是非常荒謬 因為它目前只是英文 但是它的英文有簡單清楚 一男一女這樣去對話 你不會想睡覺 然後你會覺得 哇,他們真的講的還不錯 那當然裡面有一些錯誤的東西 所以我就簡單講 你就當作你們在做一個多一的考試 那現在是要來對答案了 第一個它裡面有講到的是 這個North East Asia的這個票 就是華航放的 放給外加的這個票 它這邊講說是比較多的 但其實它是比較少的 那這個是講錯的部分 第二個的話是跟China有關 它就說這些底層票 Within China 它用within 那其實within這個字當然就是代表 它認為China Airlines是China的Airlines 它認為華航是中國的航空 那這個不確定它的為什麼資訊會錯誤 還是網路上的資訊都是寫中國台灣 因為它畢竟還是會去找一些資料 所以這是兩個錯誤的地方 但是它有加新的東西 它有加新的東西 它講到一個叫做Fenton Inventory Fenton Inventory的話 我們通常都會講說叫做幽靈票 那可能不叫做Inventory 但是如果你去找一些比較大的這種里程的網 是國外的 當然就會講說幽靈票 Fenton Inventory 可能不是講這個Inventory 可能用別的字 但Fenton是什麼東西的 這個也是很常見 比如說你今天UA或是Delta 你按進去之後發現說沒有票 這種事情其實很常見 它有提出這件事情 這個不是在我網路上有講的東西 所以它表示它有延伸的功能 再來它又給另外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它在比較靠近捷舞的地方 它有講說China Airlines的A350 新商務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 可以拼搭的一個商務艙 這個東西我也沒有提過 我沒有在稱讚華航的商務艙 長什麼樣子好不好或什麼東西的 它這邊特別提到A350 當然777其實也是新的這種商務艙 但是它這邊只提到了A350 但是這個是一個新的資訊 所以也代表說Nurbo LM 它可以產生這樣子瘋狂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可怕 我在聽前兩分鐘我就覺得 我的口條就已經爆掉了 我的口條就是已經輸了 因為它講得太清楚了 而且它是由淺到深 你可以很明顯知道說我今天看到 他就會前面講說我看到一個blogger 然後怎麼樣 然後他提到什麼東西 前面開頭引起大家興趣 中間解釋後面再來結尾 然後以及再提到更多的東西 雖然說女生一直在那邊 Exactly 但是整體來講還是相當順 我不確定我剛剛有騙到多少人 真的以為是國外的podcaster 但是真的很厲害 真的這個是AI的做出來的東西 它裡面也有一些建議 例如說講說什麼要Be Flexible Be Adaptable 或者是Diversify你的這個里程 這也都是有點是沒有在我的網址裡面寫的東西 因為我網址就是非常非常明白的 告訴你說哪邊有這些票哪邊沒有 而且我寫的是繁體中文 他們直接可以這樣翻譯 而且可以給出 如果你今天要玩這些里程票的話 你可以有這些 這是他的建議 然後還有他講到Last Minute 講到說為什麼需要Last Minute 為什麼會有Last Minute 可能航空公司想要Maximizing Revenue 就是想要盡可能的最大化他們的手藝 這樣那之類的 當然這個有不同的解釋的角度 但是這是代表了Notebook LMP 有一個分析的能力 或是在上網找到一些相關分析的資訊 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我覺得還有一個更有人味的地方是男主持人 不是我 是AI 說Beach and Business 他就說總算你講到我的這個範疇 就是海灘跟商戶艙 好那就是他在講到東南亞的時候 他講他丟了這個梗出來 你就發現說他未來可能還有寫段子的能力 非常非常變態 非常非常強大 就是我以後是不是寫文章就好 但是其實文章根本就可以用起來GPT寫出來 然後Notebook LMP是另外一個approach 其實他這個Notebook LMP還有其他的功能 大家自己可以去玩玩看 他可以去 他真的就是一個很棒的助理 坦白說 那還有很多AI的tool都可以 都可以有各種各式各樣的東西 但是Notebook LMP真的蠻強的 就是對我現在的做的事情來說 我已經想說他很接近了 而且他口條比我好非常非常多 而且他是一男一女 就是可以這樣拋街球 你就會覺得 他們就是好聽很多坦白說 所以就給跟大家簡單的 不就是demo一個很神秘的 Google一個新的東西 我真的真的覺得很可怕 這個東西大概三天前才丟出來 我是三天前看到的 那真的真的很 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那我念一下 他就說Google宣布 Notebook LMP新增 Audio Overview的功能 這是一種將來源資料轉換成引人入線的語音討論方式 Notebook LM利用AI生成兩名虛擬的主持人 使用語音對話分享資料中的事實 以及引人注目的主題 也可能使用比喻來解釋複雜的觀念 彷彿彿展開一場生動的討論 非常非常的變態 我是強烈建議大家可以去運用看 那是各位如果你不小心是創作者的話 恭喜你也快失業了 你沒有啦 就是怎麼樣展現人味好像又是下一個世代的一個問題吧 因為資料他們都產的出來 對或錯又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這個presentation已經非常 就是我沒有做任何的校正 我沒有剛剛講說你這邊講錯了 沒有我就是完全把我的網址給他 然後花了大概10分鐘以內 他就產出了這一個音檔 然後我聽了我想說 哇500集真的不算什麼東西 這種東西他可以做1500集 對不對 尤其有很多這種創作的東西 我們都是同一個內容或同一個domain 在不斷不斷的播送 不斷不斷在討論 那剛剛有多少人聽得出來這是假的 剛剛有多少人聽得出來這個是有問題的 但有時候斷連斷的很奇怪 你想說是不是一點點就是podcast轉檔的一些glitch 不是 是他真的超級sick 他真的差一點問題 但是他整體來講 我覺得應該聽過去的人 沒有人沒有太多人會感受到這個問題 只會覺得說奇怪 小姐怎麼會突然有這種東西 問號然後就繼續聽下去 好啦反正就有demo到這邊 以後會不會利用這個東西再做一些事情 或許 但是他目前只支援英文 我們用一個比較笑的主題去做 有點可怕 說不定未來可以有些別的方式 因為我還沒有把我的新聞丟進去 我的新聞丟進去應該會更可怕 但我不敢 因為我覺得新聞丟進去那個檔案會更長 好的那這集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拜拜 拜拜 拜拜